昨晚,足鞋杯四分之一决赛上海上岗,于北京中和国安的次回合对决在上海体育场展开,双方在常规时间踢成2比1后,总比分战成3比3平。 最终,国安队在点球大战中略胜一筹,上海上岗总比分期比巴西班对手,无缘足鞋杯自强。 足鞋杯专期,上岗目前仅剩下中超一线防守后摇投球健攻相比于下半区鲁门与贵州,四川与大连的争夺,足鞋杯上外区的竞争,无疑更加激烈。 昨晚比赛一开场,上岗就踢得非常积极,第12分钟,奥斯卡又侧脚球开入禁区,埃尔克森跃起投球,虽然打在了左侧门柱上,但急剧威胁。 随后,上岗继续展开了三攻势,仅仅6分钟后,一次的三角配合,于海左路强点推射,上岗率先打破局面。 随后,国安也加强了进攻火力,并且多次获得前场定位球机会,但却无所获,而上岗则靠着蔡惠康小金区前的大力投锤,继续扩大比分,两条边路踢得更活了其时。 作为中超在场的两大劲率,上岗与国安在实力上不相上下,两队在进攻端都是火力十足。 这也就意味着,谁能在防守端发挥得更好,减少丢球,谁就能有更大的晋级希望。 这也是上岗主帅佩雷拉,在赛前,一直强调的,虽然,最终输了比赛,但本场上岗防板方面做得很好。 整场比赛,端然没有了组织核心胡尔克,但上岗在攻势上依然对国安,形成了全面压制,而经历了一周双赛的国安队,后防线并不稳固。 胡尔克缺席,被迫换阵的上岗,却出人意料的话劣势为优势。 埃尔克森的出场,让伍伟在前场的自由度更高,也让上岗的边路打得更活了。 本场比赛,上岗的两立锦球,也都得益于右边路创造出的机会,全力冲击临赛不过。 本场比赛,上岗队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阵容轮换,因为外援政策限制无法经常出场的埃尔克森,显然无法保持良好的状态。 而北京国安队出现的后防线不稳问题,上岗也同样存在,最终在常规时间上评补时阶段,让对手攻入了一脚,任意求破门。 不过,失利失晓,如何解决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才是上岗当前的首要任务。 从现在的局面看,足协杯的进程队中超联赛的争冠导级,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接下来的八月份,赛成更加密集,这对各个球队的阵容厚度,都存在不小的考验。 少了杯赛,全力冲击联赛的上岗,能否找回赛季之初的绝佳状态。 扭转局势,也并非,没有可能。 ZN的脸则声明,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谢谢大家。